阿英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带你了解几件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访问日本 实在加强联合国的相关性并对抗朝鲜 美国支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并赋予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常任理事国席位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日本足球界的一段佳话 法兰克福的日本老将长谷布城将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役 并加入俱乐部的幕后团队 最后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正在构建一个非正式联盟 这可能会中枢亚洲的安全格局 三国领导人承诺自立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和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一系列国际动态中 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显了尤为引人注目 从政治联盟到体育界的告别 再到军事合作的加强 这些事件共同绘制了两国间紧密合作的生动话剧 首先,The Pentate Times报道了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Linda Thomas Greenfield的东京之行 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访问 而是一个旨在加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反制朝鲜 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重要行动 Thomas Greenfield强调了美国支持扩大安理会成员 并赋予日本等国永久席位的决心 这一举措实在使安理会更能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 他的访问凸显了美国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 共同推动多篇主义和国际秩序稳定的意愿 在体育领域,同样来自这篇Tent Times报道 则带来了一段感人的告别 日本足球运动员长谷布成 这位在法兰克福校里 备受尊敬的日本前国角宣布将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役 并加入球队的幕后团队 长谷布成自2007年加盟沃尔夫斯堡以来 在德甲出场383次 并为日本国家队出战114场 他的退役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是对他职业生涯卓越贡献的一次致敬 最后再次来自Japan Times的报道 关注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 即将访问日本的消息 这次访问仅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美国总统乔拜庭峰会之后 目的是讨论美国驻日部队指挥控制架构的计划性改革 阿奎利诺将集中讨论如何加强美日联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 这一行动体现了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 加强军事合作和策略同盟的重要性 这些事件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体育还是军事领域 都展示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共同进步 从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成员 到体育界的申请告别 再到加强军事同盟的战略部署 这些动态不仅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也为维护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美国与日本的紧密合作无疑是推动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亚洲的安全格局中 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形成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正积极构建一个非正式联盟 这个新兴的联盟有可能重塑亚洲的安全景观 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强调了他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和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的承诺 同时表达了他们意图在未来几十年内 追求全面的战略合作 这个联盟预计将对东南亚的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和日本已经承诺支持发展旅送经济走廊 这是一个计划中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然而这个新兴联盟的动作 已经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南华早报报导 中国可能会因应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层导弹系统 而进一步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 4月11日 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宣布 他已成功在菲律宾北部的旅宋岛 部署了中层能力MRC导弹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打击中国大陆和台湾 对在南中国海活动的中国飞机和船只 构成了增加的威胁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令人惊讶的部署动作 可能会促使中国进一步加强 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在另一个不同但同样引人关注的事件中 南华早报还报导了 一起发生在香港的考试泄漏事件 一名23岁的监讨员 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正在进行的香港大学入学考试的内容 而被逮捕 虽然这次泄漏是在考试结束后发生的 并未影响考试的完整性 但这名以流姓的监讨员 应涉嫌违反香港考试及平和管理局条例而被捕 据怀疑 他可能是为了使自己的补习业务受益 而犯下了这一罪行 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中 这些事件显示 无论是在国际安全还是教育领域 亚洲正处于一个动荡 而又充满变化的时期 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新兴联盟 对于区域安全的影响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回应 以及香港教育领域的完整性问题 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这些事件不仅展现了地人政治的复杂性 也反映了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各国和地区如何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随住全球各地政策的不断调整与更新 加拿大和日本的最新政策变化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住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 还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看加拿大政府 最近在资本收益税方面所做的调整 根据CBC的报道 加拿大创业者和投资者 对联邦政府的预算案提出了批评 认为扩大对富人征税将导致人才外流 进一步降低生产力 财政部长Chris Chaffer-Freeland宣布 政府将资本收益税的纳税比例 从50%提高到67%高到67% 立即将为政府带来190亿加元 约150亿美元的新收入 然而商业社区的一些成员认为 扩大资产的应税金额将对加拿大的生产力 投资和创业造成严重打击 甚至可能迫使一些国内人才和初创企业 转移到其他地方 加拿大创新者协会已经赚钱 并正在向政府发送公开信 要求撤销这项税收变更 Shopify的CEO Toby Elke 而总裁Harley Finkelstein也在X前身为 为了上对这一提议的税收增加 发表了看法 前财政部长Bill Renaud表示 预算案时的企业 对投资加拿大的创新领域失去了动力 与此同时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报导 加拿大政府在外援方面的决定 得到了外援团体的赞赏 自由党政府承诺 在当前财政年度将人道主义援助增加1.5亿加元约1 19亿美元 在下一财政年度增加2亿加元 这一举措是在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削减外援的背景下做出的 另一方面 日本也在积极寻求解决国内迫在眉睫的问题 据《日本时报》报导导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旨在解决日本不断下降的出生率问题的法案 该法案包括扩大育儿津贴 并在公共医疗保险费用之外引入新的费用 以为对抗低出生率措施筹集资金 儿童和家庭机构估计 到2028年财政年度 每人每月的平均费用将为450日元 实际支付金额将根据保险计划类型和年收入有所不同 这些政策变化显示了各国政府在面对国内外挑战时的不同策略和优先税序 加拿大在资本收益税和外源方面的调整反映了政府对经济和国际责任的考量 而日本的政策则凸显了对国内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应对 这些变化不仅对当地居民有直接影响 也可能对全球经济和国际合作 产生境界和国际合作 称策实施的深入 这些影响将逐渐显现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 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生中 从选举到港口排名再到电动车市场的变化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 在多伦多新报的报导中提到了印度大选这一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 这场选举涉及近10亿合格选民 但在加拿大的印度强文中绝大多数人将无法参与投票 原因在于印度要求海外公民必须亲自返回自己的选区 在投票日当天投票 而对于普遍的海外人口 印度并未提供邮寄或电子投票的选项 在2019年的上一次印度大选中 超过6亿的投票中只有25606票来自海外选民 这一数字与注册投票的969万人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另一边乡南华早报报导了香港的运输业面临的挑战 2023年香港首次未能进入世界十大最繁忙港口的排名之中 这座城市连续七年的货运量下降 与其在中国大陆的竞争对手间的竞争有关 从1987年到2004年 香港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 这次的排名下滑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大陆城市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席 再来看看电讯报对欧洲电动车市场的分析 最近欧盟新车注册量下降了5% 3%至100万辆 其中电动车EV的销量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 电动汽车的销量下降了11.3% 在德国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更是下降了28% 尽管欧洲计划到2035年禁止销售新的内软机汽车 但电动车的销量仍然停滞不前 大品牌如大众、梅塞、德斯·奔驰和特斯拉 今年都报告了电动车销量的下降 相比之下 混合动力汽车在3月份占市场的29% 较去年统期的24% 4%有所上升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将3月份销量下降 归咎于较早的复活节假期 此外汽油车的销量也下降了10.2% 柴油车销量下降了18.5% 这些故事 无论是关于选举的参与 港口的竞争 还是关于电动车市场的变迁 都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城市乃至产业都面临着 怎样的挑战和变化 从印度选民在加拿大的缺席 到香港港口的衰弱 再到欧洲电动车市场的波动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民众 我们都需要更加关注和适应 这个快速偏化的世界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 人们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 从加拿大的建筑工人短缺 到印尼的火山爆发 再到该国寻求中国帮助建设新首都的努力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 也凸显了国际合作和创新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多伦多新报报导 加拿大正面临建筑工人短缺的问题 这直接影响了该国提升住房工艺的能力 专家们警告说 由于缺乏工人 加上项目规模的扩大和成本的上升 建筑时间正在增加 这一问题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严重 一些建筑工人选择提前退休或转行 而不是返回这个行业 据估计 加拿大需要超过50万名额外的建筑工人 以满足未来住房的需求 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方案 包括新颖具有建筑技能的移民 并优先考虑模块化建造方法 与此同时 日经亚洲报导了印尼总统佐科 维多多佐科维多斗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亚加达的会晤 在会议中 维多多请求中国协助建设印尼的新首都 鲁山塔拉 并投资于北加里曼丹的石化领域 此外 维多多还希望中国能协助将连接亚加达和万龙的 高速铁路项目 延伸至四水 这次会晤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家常关系的一部分 随着中国与美国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 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在印尼另一场自然灾害也在发生 根据美颜社的报道 如于苏拉威西岛的兰山曼入文火山活动 印尼关闭了一座机场 并命令居民撤离家园 这座火山在舟山至少爆发了五次 引发了地质灾害减灾中心最高级别的警报 火山在舟室 全天喷发白灰色的烟尘 火山爆发的风险包括 落灰和岩石热火山云 以及如果火山的一部分倒塌近海 可能引发海啸的风险 印尼拥有120座火火山 位于太平洋火环带上 这些故事共同缭绘了一个世界 面对自然灾害和人力资源挑战 各国如何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国际合作 从加拿大的建筑行业到印尼的城市建设和自然灾害应对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环境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赖和连接的世界中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prefile 看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